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大家看到 快樂向前衝 傳一號證人 看那麼快 現在很上 我直接上 趕時間 現在要結婚了 正查請開始 做好 講清楚 我跟你講 今天這一集有點不太一樣 好兇 因為 之前他們都有在看我們節目 因為我們不斷的在輪投之後 今天就是採自首制 上次你輪我頭 有人在我網站罵你 真的喔 怎麼可以輪你頭 對 但是我跟妳講 我一次同仁 我連後面的都輪過 對 輪過 輪頭 今天我跟你講 你們如果怕我們輪投的話 就是自首 對 那我都握有你們的證據喔 是 少說一條的還是得輪投 我先講 我先講 這個是我個人要法 包大人饒命啊 我什麼都沒有 我都沒做 為什麼 上我們節目 打電話給黑人 突然有一個叫 愛心 哇 你說剛認識 好狠喔 你打到 剛認識 更氣的是 原來那個就是你的未婚妻 隔天的報紙就出來 你說謊就算了 我認識你多久 你何必騙我呢 獨家 你說謊就算了 他也跟著說謊說什麼才是 前幾天晚上才認識你 你們兩個父親怎麼回事啊 放說節目之名 這樣還罷了 阿彌陀佛 冤枉 為了上我們節目不管講一講 我準備好了 就是確認的日期 黃到極日拿著帖子 你意思是說你還沒有確定 要娶她就對了 我已經確定了 沒有確認娶她在婚紗店被拍到 你說小咪喵喵喵喵 四個喵 愛心 什麼鬼名字 是 她就是我的愛人 也是我的未婚妻 我下半輩子全部都要給她了 我三月初我就要娶她了 她是我的未婚妻小咪喵喵喵 那那一天來上節目 四個喵 小咪喵喵喵喵 到底是鳳子成婚呢 還是什麼原因要跟她結婚 對 不是 為什麼 怎麼可能 一定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是她 因為我跟她在一塊的時候 我感覺到很快樂 而且是她讓我 就是抽了十幾年的菸 她讓我戒的菸已經戒了一年了 我到現在一根菸都沒有在抽 你發誓她肚子沒有小孩 有沒有小喵喵在她的附近 她是小喵嗎 有沒有發生過關係 有沒有試婚 試車 先上路 有沒有 我在還沒跟她 有沒有上路 我還沒有跟她在一起之前 就已經先試過了 哇 好 對 好 但是我們今天主題不是講這個 對啊 今天不是在講 國外化身的糗書嗎 要 這好有 我們台灣國語都出來了 我們要講說 今天有男生女生好不好 因為我相信 出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出國去玩雖然很開心 但是別忘掉了 你護照拿的是什麼地方的人 你就是什麼地方的人 你出去不要丟人家的臉 到任何地方那個面子要顧 有沒有做過什麼勢力的事情 尤其是你從小在國外讀書的 有沒有 ABC有沒有 有 我確實有做過很多 有沒有丟我們台灣人的臉 一定有的啊 我之前在求學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是十四歲的那一年 才跑到洛杉磯去讀書 那時候中文程度已經很好了 但是我為了讓我的課業分數更高 我在高中的時候有修了一堂課 那就是中文課 太誇張了 會講中文還修中文課 上課的時候我看到你好 我就講早安 看到早安就講你好 我就講這些字好難寫 老師 好健 你好機舍 因為老師他會 就是看你講話的樣子 他可以判斷出來 你到底會不會講中文 你裝ABC啊 我裝ABC 還有這些人都很壞 講得都很好 所以老師幫我分到初級班 然後上半學期 你十四歲才去的啊 對 十四歲的時候才去 這麼低級啊 你別揍我 然後在那段時間呢 剛開始他是算 考試的分數是占80% 然後教功課是20% 上半學期我拿的都是A 下半學期老師就發現 我這個底戲了 就把分數調過來 功課80% 考試20% 到最後我還是拿到C 所以還是很差的分數 好像這裝國中的時候 功課很好 因為我們是同校同學 對 我們已經是我學姐 對不對 我什麼學姐 你年紀這麼大 十四歲 同學 阿姨 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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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了吧 很敬阿姨 我很厲害 不要臉丟台灣的臉 我在國小的時候就參加過 愛國演講比賽得到全校第一名 還去裝 不會講中文 裝ABC 你也趕來上我們的節目 真的 所以 赤回 嚇死我了 那下次要帶老婆來 好不好 對 小咪 喵喵喵喵 謝謝 愛心 對 愛心沒有 我們有很多是那個 就是夫妻的議題 我們什麼都可以談 對 反正謝謝大家 對我的婚姻的祝福 真的 我在這裡再一次 跟我廣大女性粉絲朋友們說 對不起 我們原本有機會的 真的沒了 我們要結婚了 謝謝 你是要幹什麼 人家不要打我啦 真的是 沒有 我看他難得拿兇器 好 下一個 出國有沒有做什麼糗事呢 小甜甜 甜甜 很棒喔 大家 比照辦理喔 要自首喔 小甜甜你不要做那個很恐怖 我跟他媽媽好大 有通電 說 一來節目就說謊 什麼通電 做了什麼在國外丟台灣年的事 但有一件事 我現在這裡跟很多台灣的朋友 道歉 因為有時候出國 然後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他要 聽說你 偷東西 等一下 先不要講偷東西 你怎麼可以偷東西 為什麼可以偷東西 有沒有偷東西 偷東西這個還好 就是 沒有啦 是不是還好 不可以 不可以 其實本來我們 我們的那個台灣 跟其他國家的交流 應該可以更好的 因為有時候出國 然後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看不到台灣的節目 然後有的沒有網路 然後我朋友就會說 我是台灣的明星 然後他說真的 我說對 然後他們就會說 而且我是台灣最漂亮的女生 對 女生 誰說的 說謊 說謊 他有這個不亡 你們都不亡意嗎 小甜甜 小甜甜 真的 說謊 連劍民哥都不亡問你 要不要嫁給他了 妳該說已經最壽了好了 好 我知道錯了 我現在有說是第二好看的 要問一下那個 我們有旅遊專家對不對 問世凱對不對 請問就是那個 一般台灣人出國去 最容易丟人現眼犯的錯是什麼 丟人現眼犯的錯 偷東西多嗎 其實蠻多的 真的 而且 但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 那個好像不是偷嘛 反正第一個我都花錢了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去飯店對不對 房間裡的東西 你都已經花錢了 你就覺得呢 那我帶走是應該的啊 真的 但是事實上是不應該的啦 好 或什麼 說 我們看哪一些是應該 哪一些是不應該 我們可以分辨出來對不對 就是那個衛浴用品啊 鞋子什麼的 然後每個房間有每個房間 鞋子 室內拖鞋 然後還有那個洗衣袋 那洗衣袋很好用 因為我很怕 我要離開的時候才知道 那個不能帶走 但我人都已經在要去機場的路上 而且你現在平平灌灌 會不會太多了 太靈魂了 太過分了啦 太過分了啦 太過分了 那個很高級 為什麼要拿 這很好用 而且你要比較高 這是很好用啊 有時候出去或外宿 或以後談戀愛要去 你外宿還是有啊 對啊 有時候去的外宿是 又不是民宿 更過分的 麻辣天龍宮的 人頭女都偷 太過分了 這個不是啦 這個不是啦 好啦 但是這 就是剛才有兩罐是我 偷高伊林的 因為他想說 他不看那邊好像沒有藥的樣子 其實這個可以拿嗎 其實是可以拿的 衛衣是 對 衛衣用品是可以拿 而且你知道嗎 有一些國家 他所提供的衛衣用品 其實還滿不錯的 對啊 真的 那是嗨眼的耶 是免洗褲有的貼心一點 他連免洗內褲都有 免洗褲你都 你太誇張了啦 通常免洗褲 是在汽車旅館才會有的 有嗎 你是不是有去汽車旅館 跟誰去汽車旅館 你就 你是不是小咪喵喵 太過分了 是不是跟老頭去 老咪喵喵喵 好迷 對啊 鯊魚夾什麼的 鯊魚夾 好多喔 真的什麼都偷耶 這是台灣的嗎 這個是好像在內地 這個不是一定要還人家嗎 這房卡吧 可是你看這個有多好用嗎 不是欸 不要 就是對 沒錯 這要還給人家 可是有時候 因為上面都有日期 對 那幹嘛留這個 因為這個有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去飯店的時候住 有的是要插他們的卡 但卡通常都只有一張 才能夠把電源打開 我就會先用這個插著 然後就不會被影響 對 所以這是拿來插的 但是現在新的飯店 都需要有通電的那個才可以 妳坦白說妳拿了那麼多東西 有沒有讓那些服務生很為難 可是我會找不同人 妳認為我當時不知道 妳是哪裡來的嗎 我會 就例如說下去新加坡 妳就是講英文 他才知道妳是台灣來的 妳裝多少放錢嗎 小董都有放錢嗎 有時候 放多少 有時候會放十幾二十塊 什麼東西 美金 台幣 有時候就是看在那個國家是哪裡 就如果新加坡 就放他們的那個錢 如果在美國呢 我還沒去過美國 我會想去 高逸林獅子大開口 竟要超高級貴斧酒 歡迎收看麻辣天后宮 小甜甜 我想問一下 妳給人家的那個是紙鈔還是硬幣 一個一個的 可是如果有時候硬幣太多 我會放硬幣 那這個非常糟糕 對 很少 但是有時候都放紙鈔 妳知道嗎 在國外 如果你拿這個硬幣放 等於是藐視人家 真的假的 歧視人家 然後你這個行為是非常不要的 有些服務生他會不會 但是講真的 就是我們旅遊專家 你要不要教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放小費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我覺得20塊錢 台幣的20塊這個面額 它是一個等於是說 台幣20塊面額 對 這個是亞洲國家來講 這是很基本的 不用到一兩百嗎 不用 20塊就好了 你大概在亞洲國家來講的話 你大概在你的床前 你就放20塊 人家送行李來的話 你也是大概以20塊 這樣一個基本 20塊面額日幣才100塊 100塊沒有紙張 對 可是 所以說 基本上在日本來講說 他們本來也沒有這個所謂的 小費的文化在這邊 對啊 但是在其他的國家 因為其他的 特別是東南亞國家 因為他們是以觀光為主軸的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等於就是如果有的話 就放一塊美金就可以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歐美國家的話 一定要是用一塊錢美金 或是一塊錢歐元 以這樣的為一個簡單的一個請問 對 可是我等一下我有一個問題 但現在真的很會演 因為我前幾天還出國 我跟韋汝一直出國 我們都一樣叫那個全身推 韋汝懷孕了沒有 沒有 他真的沒有 他身材很好 在這邊要講實話 真的沒有 他們要結婚了嗎 他們有說打算在 希望2012年 好怪喔 他們說他們希望可以在2012年之前 真的嗎 他真的沒有懷孕 沒有啦 他為什麼會出來上通告 因為他那個男生希望他不要 就是再出來拋頭撈 要把他扁 所以那個男生有給他一個月多少錢嗎 不然怎麼活 也沒有給他錢 可是因為韋汝他家境很好 所以他現在平常就是他爸爸 在內地有很多工廠 然後他就在幫忙他爸爸 他擺人家境就好了 對 那我可以繼續講嗎 好 不可以 我有點難過 就是我們都一樣叫按摩 而且一模一樣的服務 而且一樣全身推拿 然後呢 整個推拿完之後呢 妳知道嗎 妳邊講 我邊幫妳收 好 然後推拿完之後呢 那個錢他沒有收到另外小費 可是現在的人都很會演 你讓他推拿完他就開始這樣 然後 欸 欸 欸 妳知道我 欸 隨便收 這很珍貴耶 你知道 可是我去很多個國家才收集到 這會很珍貴嗎 快講...怎麼樣 不是喔 就全身按摩完之後 可是我們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他只跟我要小費 然後他就開始演 他的手很痠 就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專心 妳小天爺 他有跟韋茹要小費嗎 沒有嘛 穿進去拿 進不去 你真的好珍惜那些東西喔 對啊 他一個都不能少耶 他可不是十元商品店都有嗎 好了 好啦 這個算有沒有罪 待會兒我們以案情來決定 誰要關起來好不好 好 好 先吃回… 好 接下來傳被告高依琳 好 謝謝 阿姨 幹嘛這樣講啦 妳今天這個穿等一下去喝喜酒 阿姨 我真的喝好多喜酒 可是最近都很多好日子啊 哇 阿姨 我什麼帶酒 你根本去晚上的宴會啊 哇 你們真的不知道他的那個 這個是什麼 會不會帶這個來 妳在國外也是偷東西 還外加胡說八道 全部誰消費 這偷來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不是偷來的 我發誓不是啦 我是跟人家講了很多的好話 那要來的啦 那就偷來的啊 不要這樣講 他很甘願要給我的啊 全部 全部 這這麼大罐 我只能夠說 我先跟你講這罐的這樣子 這個也是用送的 你聽我講 你知道這個 是我這輩子 多少錢 他起跳 是200歐元 哇 這二台幣之路 他整天真的是偷啦 對啊 偷了很好的東西 以你相貌 怎麼沒有人送你這麼高的東西 蛤 他是much body body喔 我們兩個一起在那邊 跳腳踏出去 沒有 我那時候就是1比50 所以這一罐是1萬塊的 哇 哇 你們聽我講這罐酒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那個匈牙利 他們有個地方叫做tokai 還有出一種酒叫做貴婦酒 我知道啊 這就是貴婦酒 貴婦酒 帶有貴婦明君的成熟葡萄 所釀成的酒 所以你喝酒 他太偷了對不對 他太哭了 他太哭了 怎麼知道他到底好不好 不是 對不起 你自己說有是不是偷來的 摔地上大家聞聞看味道好了 好啦 是啦 我承認是 偷來的啊 我剛剛說我要 我說老闆你都不可以便宜賣給我 他說 可是這一罐要200歐耶 我說可是我真的好險 我覺得他真的好好喝 然後他喝到嘴巴裡面 跟黃金一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 妳說妳用雙腿換來的 妳怎麼換 對 我就是懂耶 雙腿換來的 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那個姿勢換來的 而且我又 做回去 我已經沒有幹錯了 做回去 我是用我的腳趾頭 下流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用腳趾頭去 他有出來嗎 去陣他 沒有啦 因為我們去 我們去採貴斧葡萄 因為他叫我們用古法 去釀那個葡萄酒 所以去採 我在零下幾度的溫度 我採在那個冰水裡面 去採那葡萄汁了 外景節目真的有這麼好嗎 沒有 我們不能 就是帶太多東西 就是我的扣打大概是15公斤 最多 對 而且可以一直A人家東西嗎 A東西 因為你會怕到時候潮重 像我 我自己這一瓶就是 你也A 這個算是他們當地 他們當地非常便宜啦 那你喝喝看… 這什麼啊 這個可以喝沒關係 這個就是給大家品嘗一下 這個一定要喝 這太厲害了 它叫做 它是Juice嗎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一般的魚水 但是問題是 世界上評比就是最屌的餐廳 最好喝的魚水 在西班牙一間叫做Albu 魚水不要減 一間世界的餐廳 對 可以打開來喝嗎 可以 因為它是南極那邊的魚 它就是水而已就對了 它是完全沒有汙染的 就是下雨的魚 文大哥你會覺得是一人都很壞 傑森哥沒魚會掉頭髮你要喝嗎 沒有 真的 這個要跟大家解釋 它本來就沒頭髮了 它是完全 它是從南極那邊出來的雲 然後它喝下去以後 一般我們喝烈酒都會有一種 很濃很濃 我就是會很熱氣 這是會學性的感覺嗎 嚇死我了 我的嘴巴要裂酒 對 菁姐妳可以感受一下 它是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從妳的食道這邊下去 有嗎… 怎麼樣… 沒有 沒有 因為它是世界上 就是第一名的那個西班牙餐廳 他們 因為一般來說 大家都是用什麼AV 用氣泡式水 跟我在那個洗手間 出玩口之後 打拚玩足球喝的 你還把他扛回來 這個在美國賣一瓶 現在這一瓶 就大概要700多塊台幣 這個要700多塊 對 在紐約700多塊台幣 它喝了會變聰明人員變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值得介紹 好 請說 謝謝 好了 還有沒有 還說什麼 聽說妳有偷什麼 鵝卵石 而且 還在討異類的 紐約偷鵝卵石 好丟臉喔 這怎麼可以 妳還可以入境美國 我不能入境美國 怎麼有這種事啊 太不公平了 因為後來發現是誤會場 我跟你講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次去紐約玩 然後我覺得說 哇 冬天去紐約嘛 然後想要過聖誕節還有跨年 就覺得哇 下的雪的紐約 好失意喔 好開心 那因為我那時候住的地方 是在那個 靠近做自由女生 去看自由女生像那個港口附近 所以就在那邊一個人散步啊 就發現說 欸 這樹下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剪一些小東西 回去做紀念 比如說樹葉 比如說石頭 然後我就走走走 然後我就發現哇 裝浪漫 對 真的 裝浪漫 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妳有個石頭 有個石頭會負靈魂耶 不是 對啊 很可怕 不要妳說 我沒在怕沒關係 我基督徒 OK 然後我就發現說 路邊有一個好漂亮好圓的石頭 通常國家都會規定不能拿走耶 那是他們當地的東西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有約沒有 我知道夏威夷有 然後反正我就再回去之後 想說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要拿出來檢查一下 然後就把那個石頭也拿出來看一看 因為妳知道 冬天的時候不是那個氣候很乾燥 眼睛會很蒙烏嗎 那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有發現 回到家之後把東西攤開來 發現說 這個石頭拿出來好好端詳一下 就 它是 高音鼎的紀念變成什麼 盡讓全場大傻眼 然後我就帶回去之後 我想說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要拿出來檢查一下 然後就把那個石頭也拿出來看一看 因為妳知道 冬天的時候不是那個氣候很乾燥 眼睛會很蒙烏嗎 那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有發現 回到家之後把東西攤開來 我還發現說這個石頭拿起來 好好端詳一下 就 對於偷狗屎的故事 這種人也算太笨了 我們算賜回 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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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下一個 下一個傳賈星位 好 YA 這有帶真的來 哇 這個也好大帶 妳好衝喔 這個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 麻辣聽我說 出國在外很多 我覺得就是 全部要照出來嗎 這妳偷的嗎 A的啦 A就偷啊 沒有啊 就是它其實 送給別人啊 哇塞 其實還好啊 你看這個就是體香劑啊 對不對 體香劑哪裡有的A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 真的 妳是這個不能拿吧 可以啊 這是日曆 日曆的明信片在非洲的 而且它很漂亮很精緻 要看飯店啊 對啊 對 沒有啊 可是 可是 如果它這一張明信片 妳可以拿啦 但這個是壓的耶 妳看 妳確定它不是在賣的嗎 這不會賣平啊 而且它裡頭可以打開喔 菁姐 打開 代表它更不可以拿 沒有 它就是 從1月到12月 然後 OK 這可以拿嗎 它應該是放在飯店賣了吧 這個看起來應該不太可以拿 單張 應該是OK的 因為你看它做得這麼精緻 對 而且做成12個月 應該是在賣的才對 喔 我看到C牌 就是在那 哇 因為我跟你說 菁姐妳知道出國 出國已經花很多錢了對不對 特別是買衣服 那妳一定要跟它A啊 因為這個其實是不送的 也而且是要花錢買的 但是買的時候就覺得難得 而且打折 沒有買衣服嗎 有買衣服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那這個套子跟就是那個衣架 它上面還有雙C的 我說可以不可以送給我 對啊 她說不行不行 這個要買 我說可是 可是我難得一次來巴黎耶 那可不可以就是 給我當作精緻 妳可以跟她講這麼多 當然可以啊 可以講英文啊 對啊 妳怎麼有提香膏在哪裡 沒有 在美國的飯店 像夏威夷 那妳就是去的時候 妳就跟櫃台要說 妳要提香膏 他就會送給妳 那妳要講妳有體臭嗎 不需要啊 但是牙膏也是啊 就同一個飯 妳要怎麼說妳要提香膏 對啊 好大那種 叫我們 沒有 跟櫃台說我要提香膏 提香膏我不會講 對 妳怎麼要照她說啊 其實是 高小姐跟我說的 妳到這個飯店的時候 可以跟她要這個東西 因為她常出外景 然後後來她們呢 都可以要這個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美國飯店不給這些東西 她們平常不會在櫃台上面 放一些盥洗用品 然後她就會放一張小紙條說 如果妳要的話 妳可以到櫃台拿 還有這個 妳要 妳有體臭嗎 我為什麼要看妳的拖鞋呢 不是 這個拖鞋 它是有彈簧的耶 好可愛喔 一般的飯店都是櫃台 對啊 這好喝喔 我們要去飯店喔 等一下沒有包含墊的底下 因為用A東西 一定要A好的啊 好可愛喔 但妳確定那個可以拿走 對啊 超可愛的 上面還有寫贈品 不能轉讓 不過她剛剛講到一個 滿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特別的飯店 其實他們有送一些贈品的 就是等於是凸顯出 它的飯店的品味 特色跟別人不一樣 像我之前在美國 我像很有名的像Standard 或者是W像這些的話 它還有送CD 對 這一張 對... 在W Hotel妳只要住 它就送你CD 他們叫六星級喔 精選的 台灣節目要開了耶 對 新人區 真的很棒 巴黎島 破壞人家 臉盆 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爬氣窗 其實 又是偷東西喔 其實應該嚴格講起來 其實我那次去巴黎島 是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 然後呢 就世界各國的人 都一起去那個生日 然後 他是一個 當地是一個滿重要的人 然後他有 就是所謂的Villa跟豪宅 然後我不曉得 我們去的時候呢 就我們四五個人 一起送一個禮物 所以他 請了司機載我們過去 我還記得 我不知道那麼盛大 所以我就 穿輕便的衣服 我還去買了那個 就是 呃... 整個派對玩很開心的之後 晚上回到那個 那個司機的車上的時候 是白沙發 結果一看 沙發有一灘血 對啊 然後我就想 完了 是誰的血 然後後來之後呢 才發現是我自己禮服上 已經 對啊 已經生理期 我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 丟臉 我就開始很緊張啊 然後我就要去找爆點吧 就平常世界的人 都來到那個地方 對 就堵堵你把那下沙發 弄了一灘血這樣 然後我好不容易 看到一個廁所的樣子 我就要走進去 可是門是鎖住的 然後我就想 那怎麼辦 因為 那會不會也不是他家 那是他家 那是他家 然後他就是請大家 到他家去參觀 因為那一天是他的生日 結果我就看到就是 欸 他廁所 你知道巴利亞的廁所 在後面都會有一個花園 然後花園呢 上面就有一個那個台階石頭 我就想說 這個 這個時候我已經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找到那個廁所上去 然後我就把 妳想幹什麼 我就把高跟鞋脫下來 不是 妳想幹什麼 妳找到廁所要幹什麼 還要 洗掉啊 可是妳要說鎖住 可能是有人啊 對啊 因為我是穿紫色的 所以洗掉的話是看不到的 然後後來我就爬在那個石頭上 然後呢 我就看到有一個氣窗 我就要趕快上去進去 因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等我 然後我就趕快 就顧不了心象 就爬上那個氣窗 所以我從氣窗上下來的時候 就整個跌倒 然後他的那個鏡子 梳妝用品 全部都碰 掉在地上 哇 那妳懂不懂 就是他把它鎖起來代表什麼嗎 對啊 其實我不知道 而且 她不知道耶 這不是更嚴重 上鎖 上鎖妳不知道代表什麼 就是不能進去吧 對啊 可是更嚴重的事情在後面就是 梅哥的滿身雪嗎 你把自己 真的 沒有 我是整個 整個都是黑色 因為我不知道那麼高 也沒爬過 重點是我下來的時候 我要找的時候找不到廁所 可是我爬上去 下來的那一剎那 全部的人都聽到聲音了 然後就 那個主人 那個主人 那個主人就 就開開了 她知道你是台灣人嗎 知道吧 她知道我是台灣人 對啊 偷臉喔 好噁心喔 接下來一個 何佳瑋 嗨 妳厲害了 等一下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直到這裡 我都沒有拿東西耶 我是第一個沒有拿東西 我知道在國外偷情 對耶 對不對 偷情 但是我覺得案情很重大 哪有 案情非常重大 妳雖然沒有拿東西 也沒有偷東西 但是妳 太丟臉了 不法獲得的利益遠超過他們 哇塞 什麼事 我聰明啊 我聰明 沒有 但是這合法的嗎 而且 妳確定他們不知道嗎 不知道 妳確定他們不知道 我發誓他們不知道 請問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訂房 一間房裡面可以睡幾個人 一般來講的話 大床的話是兩個人 如果是兩張床的話 是各一個人 是 對 然後妳請問 一間房間睡了幾個人 一間房間睡六個是不是 很大空庫啊 蛤 是不是 妳怎麼可以玩這麼誇張的派對 真的 六個 六夜嗎 一般要開三間房耶 對啊 你們住了幾天 我們住五天四夜就住四天啊 哇 妳要換算一下喔 四天 對啊 一天都他親在人家兩個房間 所以你們知道為什麼我都沒有 他吃人家八個房間 八天 八個夜夜 所以你們知道為什麼我都沒有那些 就是可以帶走 因為我們都用光啦 用到完 我們兩人份要六個人用耶 而且你們進進出出 那個拉筆那一邊的話 那些櫃台的人不會看說奇怪 我可以說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巧思 也不是巧思 他想告訴我們 就兩個兩個走對不對 不是啦 不能兩個兩個走 就是一剛開始啊 如果我們是六個人去 就一定只有兩個人去 Check in對不對 這兩個人就要負責 把所有的行李都拉上去 然後另外四個人就在門口等 然後你一定要派最不行 那你們真的很會買東西 怎麼可能行李會少 你就是買東西 你不一定要拿回飯店放啊 那房間很大嗎 房間 那兩個人的房間一般不會很大啊 可是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派 你一定要派兩個 你認為飯店會不會知道 我飯店絕對知道 除非說你們太聰明 就是房間服務進來 十幾個人就躺浴缸 沒有啦 沒有被人發言 這太多啦 因為我們不會叫房間服務 太過分 這最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大對不對 先關進去 先拘留一點 來來 先拘留 去哪裡 關起來 先拘留 關起來 這樣有很過分嗎 過分 過分 太離譜了 超過分 先在裡面 先在裡面 不要出來 不可以常陪人 好不好 好啦 就站這邊好不好 關請閉一下 楊子儀丟進國家的臉 連專家都看不下去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傳 蕭教育 蕭教育 我的是全部最不過分的 真的嗎 過不過分 最往自己講的 真的 真的 先關起來再說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我還滿常自己出國的 然後所以我自己就覺得說 去什麼行程啊 很簡單 然後我就覺得說 應該不會迷路 結果有一次就是 我們的領隊就跟我們講好 幾點要在飯店 我們一起去機場 然後時間講好了 然後我就去澀谷玩 結果完一完完完完完之後 我要坐電車回來的時候 這不是我的錯 是日本人跟我講錯路 就是 我要坐原本的電車回來 就越坐越遠 一直看到外面有田 所以我就趕不上那個 就是大家的那個時間 那很焦距的 從事 就反方向 我坐到有田的地方 我坐一樣的越台 至少坐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很久 你不覺得坐很久了嗎 快兩個小時 對 然後就覺得很遠 所以就讓就是整團的人等我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妳低級啊 可是那個是因為 整團人等是最低級的耶 這個是日本人還跟我講錯路 而且妳坐兩個小時都還沒發現 好笨 妳還敢講 被關起來了不能發言 很笨妳不覺得嗎 哪有那麼遠 來 進去 是被人家嗎 還好笨 真的是因為太笨必須要老笨了 來 進去 那個是日本人害我的 太笨了啦 她有帶妳去拍一些影片嗎 妳太笨了啦 下一個 陳 楊子儀 她們不是專家喔 不是 你以為我坐那邊是專家耶 沒有 妳們以為是女生而已 這個水很珍貴 為什麼妳不就放在這邊啊 這個好珍貴喔 你真的很愛惜她耶 她就浴水而已 而且這一瓶我是 我到現在都還沒開啦 我這次真的是 我帶回來大概有 妳捨不得喝啊 對 我捨不得喝 是因為給我們喝嗎 我想說帶給大家分享一下 結果被數落好多 人好好喔 乾真的喔 最起碼妳還有分享 有的人啊 對啊 帶一瓶酒來 也不願意開給我們喝 真的喔 寶貴的 家庭給你們喝啊 楊子儀 她的罪行 有沒有偷東西 我沒有偷東西啊 妳沒有偷東西 沒有啊 偷麵包就不算偷東西 喔 妳要自己偷麵包 妳在找妳偷麵包 我沒有 妳出外景還可以偷麵包 楊子儀 那不是偷 真的不是偷 因為它是放在那邊給我們拿的嘛 在哪邊 賢店公啊 是在 是在 拿賢拜 你居然偷人家貢品 我沒有偷貢品 沒有 偷貢品 那為什麼要偷麵包 它是飯店 就是早上那個早餐 它是Buffet的 對 因為我們外景就是 其實基本上 那個也不能偷啊 我們沒有偷 我們是吃完以後覺得 等一下可能 就是出去拍一拍還會餓 可是你拿了以後 那後面的人就沒得吃了 他台灣都吃過客 一天亮得太好 你看你為了自己的那個 他會餓 對 我跟你講你走出去了 然後他們講說 這個台灣內士又偷我們的臉包 好丟臉喔 他會講楊子儀喔 他會講台灣內士喔 你又長得那麼高大 而且帶著攝影機過來 他就哇 你們台灣的媒體都這麼糟糕 對 第二天再回來 他們講說 你看那個台灣內士小偷又來了 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 沒有 因為 其實因為我 因為他關起來對不對 不會啦 關起來 因為我們的導遊其實是 是個大陸人 你拖多少 拖多少 你們拖多少 數量來決定你的罪行的 大概就是 三個麻袋的 是我們自己吃嘛 然後拿 三個麻袋 沒有 他是一次是出一盤 一盤是大概12個 然後我們大概一天 因為我們是早中晚餐 都基本上都是靠那個麵包 對 所以我們大概一天是會拿個 三到四盤 三到四盤 一盤12個 而且 三四四個 你在破壞台灣的形象 對 人家一定覺得台灣這麼窮嗎 需要來這邊偷人家的麵包 菁姐 你要問他 他們去日本出外景的時候 他們還有做什麼事情 日本是日本 日本不是我 日本是 不是… 你們之前不是有去日本出外景 你知道他們是自己準備 自己準備水壺喔 然後他們去那個 一般的餐廳吃飯 他們不是都會給你水嗎 然後有些可以自己倒 他們就把它裝滿 沒有 基本上 沒有 基本上 自己準備水壺裝耶 因為如果說早上 我們是吃Buffet的話 下地 水壺 我都可以原諒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連水都裝 他們會不會以為 台灣連水都沒得喝 沒有 而且台灣好窮喔 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真的很窮 我們現在就是 基本上連吃 我們進去餐廳都吃不吃 但是你沒有想過台灣的形象 會變得很差 其實還好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你還好 那是真的不好啊 什麼還好 因為那時候荷蘭很冷 你看 搖頭啦 非常不好啊 還好吧 然後請問 在廁所喝水是怎麼回事 在廁所 不是喝水啦 沒有喝水那麼噁心 在廁所喝 我們是 它是在那個荷蘭那邊 就是因為他們 基本上在歐洲國家 他們上廁所就是其實 不便宜 上廁所 對 要給錢 請七點費 你也不便宜 上一隻廁所一歐元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等 一個歐元 對 一歐到1.5啦 就是看什麼地方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等一個受訪者 然後我們就很口渴 但我們又很想上廁所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 不對啊 如果我現在買票進去 上完廁所出來 然後我又喝了飲料 我又會想上廁所 所以 那想不到一個解決方法 我們就乾脆 把飲料帶到廁所 然後 就是在那邊 先上一次廁所 然後出來喝飲料 然後就一直在廁所那邊 然後喝完飲料以後 對 就再進去上 就我們那一次 就是大概付一次錢 然後上了三次 那你剛才住在裡面算 對啊 還滿久的時間 你們中間等空幾個時間這麼久 為了 傑森 你覺得都躲在廁所裡面 喝飲料的感覺好嗎 其實 對 感覺很奇妙 但那廁所裡面有人嗎 有 就是會經濟出出 有親戚人員嗎 就是有親戚人員 然後會看到你 但發覺你一直在裡面耶 沒有 就是我們是站在 那個廁所的門口 就是它那邊有一個 像是那種超市的那種桿子有沒有 我就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假裝這樣欣賞那個風景 然後在廁所裡面 然後欣賞風景上這樣 對 就是要在裡面尿得很乾淨 你才願意出來就對了 對 因為要不然很浪費啊 就是付一次錢 尿了三泡尿他才要出來啦 是不是會跳出來 他就是要尿到脫水為止啦 太丟臉了 這個還好吧 因為其實 你沒有走出來是不會被發現啊 接下來的惡行也是跟尿尿有關 對啊 也在荷蘭 這是什麼 什麼惡行 你把尿尿在人家的什麼 機器裡面 我沒有啦 怎麼可以吵 不是 這個我真的要澄清一下 因為荷蘭啊 它是全世界 好糟糕 丟臉喔 沒有 不是 台灣人就是土豹子啊 會下地獄 怎麼會有機器咧 下地獄 沒有 這個是它機器的太過分了 因為荷蘭人他們平均身高是 16歲的女生喔 平均身高是182公分 16歲的女生 16歲他們有統計 他們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 對 那 那個時候 就是我也是 我也是進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看到 兩個小便斗在那邊 我就很順利商 看到那邊 喔 上廁所 然後我就走過去 然後就解了嘛 就突然有一個 有一個 外國人 撲到撲了 原來 那個不是小便斗 那是什麼 那是 楊子儀丟臉丟到國外 超級驚豔 下段大公開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然後我就看到 兩個小便斗在那邊 我就很順利商 看到那邊 上廁所 然後我就走過去 然後就解了嘛 然後 就是拿出來以後 就突然有一個 有一個 外國人 撲到撲了 就趕快出來阻止我 然後我說幹嘛 為什麼 我要上廁所 你幹嘛阻止我 好尷尬 他叫你 同意超出來 好尷尬 我就 他一邊然後你叫我撲住 沒有 我就趕快先遮著 這樣收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 他就趕快 撲到 手在什麼 他趕快就把我 撲到胸身過了 摩蘭人的尺寸不是假的 然後 他就把我直接拖到裡面 原來 那個不是小便斗 那是什麼 那是 我知道 好丟臉 有一個手機 其實他是 他是比較屬於在 放在比較低的地方 但是 你那個放進去 他不會開始轟嗎 沒有 因為一般來 不是 他 他就太小了 太小了 他連那個按那個轟手的 那個開關 都做得很像 我們沖水的那個開關 就很像小小一顆 一般來說 我們不是很大顆的嗎 那個樣子有多大 那個樣子 他的尺寸大概就 大概就這麼大 他一直有封嗎 一直有封嗎 沒有 他不是一直有封 而且 其實我們平常烘手機 下面是不會有一個接的那個蓋子 它這邊有一個接水 那是接水的 對 它是接水的 很奇怪 然後就整個造型看起來 就很像一個小便 好土 因為他架子比較高 我想說 因為荷蘭人個子比較高 所以我就想說 這應該是小便 像子儀 這個子儀 子儀我建議你下次出外景之前 請你先上網去查一查資料好不好 有 真的 難怪現在我們每次出去 人家說哪裡來的 台灣 馬上就 沒有 台灣就要投了 我覺得我就是被資料影響 因為 楊子儀這麼帥 可是我現在開始對他音響停留在 對 紅手機感應不到他 沒有 我就是查資料 到底說你偷出來放進去 他音響 都沒有感應到 因為他是要按的 功課要做好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嗎 因為通常荷蘭人如果放錯的話 他就紅手機 他就會斷囉 沒有...他那個是真的按的 你看他那個按得很像沖水 只有你去使用才誤以為他是要 很丟臉 不只是我好不好 因為我走進去 因為那個荷蘭人叫我進去了 我馬上看到另外一個人 也開始要做一樣的動作 東方人嗎 沒有 是白人 荷蘭人 那紅手機就開始運作 因為荷蘭人 他們有沒有問你說 Where are you from 沒有… 他跟我講 因為好像很多人誤會 如果人家問你說Where are you from 你會怎麼說 我還是會講台灣 不要講啦 除非榮耀的事情的時候再說 很丟臉耶 不榮耀就不要 很多人誤會 我有一次這樣 也是紅手機的 我在日本 跟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你知道紅手機 現在不流行就一個凹槽嗎 手伸進去就啊...這樣 可能是剛好那個上下有沒有 我剛好拉起來的時候 他剛好手放下去 所以他放下去就沒有轟 他覺得說 怎麼都沒有動 看前面有個紅色圓圓的 他就把他壓下去 對嘛 你為什麼要把佛景的東西 放在那烘手機那邊 沒有 廁所他就有個 因為一下子就說 好大聲音 一下子就這樣啊... 我嚇死了你知道嗎 嚇死了 我就說 別烘手了 快走吧 我們就趕快坐那個走不去下去 就一起那個警察 蹦蹦蹦蹦蹦上去 丟臉丟死人了 沒有 他沒問我們走得很快 太丟臉了 好 先關進去 關進去 你一定會 我跟你講 現在目前你第一名 你都感應不到了 趕快讓人家問我們台灣人的尺寸 真的 真的 不光會偷 沒有錢 也就缺糧 而且尺寸又小 到底是誰說尺寸小了 甘子儀真的尺寸很小 誰說的 你說的啊 我沒有說 聽感應器說的 感應不到啊 好 為了讓到正確知識 好 我們有專家 專家 專家跟我們講一下 去旅遊說基本上 A東西真是不好的習慣 但是問題是 國人最要A哪些東西 哪三個國家最常被A OK 好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有一些地方 其實那個也不叫A啦 應該說是他本來就準備好 應該說他比較貼心一些 那你是不拿 白不拿 對 那首先我們講的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 特色商品方面 特色商品來講的話 第三個 日本 三個國家 台國 美國 日本 沒錯 像日本是 台灣人最喜歡去日本去旅遊 日本有很多的溫泉箱 你知道溫泉箱有時候 它會準備一些那個包包 對 浴衣是千萬不可以的 浴衣 對 好想要講 浴衣 那個家瓦 不然你會在裡面 千萬不可以 它是有準備 對 你們去洗溫泉的時候 不會準備一個小包包 那個包包有時候是代表 代表他們自己的一個特色在那邊 所以它是可以送給你給 帶走的 對 第二個就是在美國剛剛講說 這個星慧不是拿了那個CD嗎 對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精品 不氣候車 我不知道那個CD可以拿耶 可以 有一些是有的 對 它有寫嗎 而且我跟你講 美國我覺得送的東西好多 它有寫嗎 它沒有寫 但是 對啊 它沒有寫 你怎麼知道的耶 可以 我要打電話問啊 店經理托夢給你的嗎 什麼可能你知道 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 只要去半夜我所有都會問 所以我就打電話說 這個CD可不可以拿 他說這是給客人的 可是如果你不問你不知道 沒有 真的什麼都可以拿 Hot Rock咖啡裡面的椅子 一張兩萬八 我早就把它偷回家了 真的 沒有 一般來講的話 像這種精品旅店的話 他很自豪說 他有這樣的一個服務 所以他會告訴你 你在Check in的時候他就告訴你 他希望你帶回家 留著你再敬虐 對 沒有錯的 沒有 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 再一個不可能啊 怎麼會累 泰國最多的就是 像這幾年泰國很流行的那個SPA 所以它有很多那種香薰的那些 濕油 對 那些還有那個蠟燭之類的 對 濕油 不可能啦 下降頭要用的濕油有沒有 濕油 就別人沒有這樣 他都會準備滿多 像這類的小禮品 那你是可以帶回家的 對 那這個是所謂的特色商品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才小甜甜 等一下 他現在在講 他的沐浴 我大概給你看一張 國際最好笑的照片 待會兒 好 最經典的 國人發生出來最好笑 你沒有捧腹大笑 隨便你 這麼巧 好 然後這個有關於沐浴用品來講的話 這邊有三個果子 真的 對 那 第一個 對 我們先講日本 我們先講日本 那日本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自己的那個滋生糖 還有那個FANCO的那個產品 所以有很多的飯店 事實上本身是有 送給你的 對 沒錯 它就是用它的產品 所以你是可以帶走的 它用那個小小包的 就是因為那個鋁箔的撕開的 沒錯 它就有點像旅遊用的這樣 非常好用 第二個呢 法國就是 剛剛菁姐講的那個歐蘇丹 歐蘇丹是最有名的 那這個中東就不用講了 中東就是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杜拜的帆船的飯店 還用的是愛瑪士的 這個也是完全可以帶走的 那當然 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個都一定很貴對不對 好了 現在被判刑有三位 我給你看一個 這一個是人家傳給我的 這個完全寫進了 那個旅客的心態 就是叫你不能拍照 不能碰它 然後它一定要到此一遊 要拍個照 而且 這個你們決定 要不要怎麼去修飾它好不好 這人家傳給我的 這個罪情有比我們後面三個 還嚴重嗎 有嗎 是什麼 你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可以讓我們解剖嗎 請看 他是誰啊 什麼啊 他在幹嘛 誰 就是人家有大胃像有沒有 他不但 就拍照就是要跟他接吻 臭骸抓側 就是不能坐 他全部都坐了 他全部都坐了 你知道嗎 這樣 這本經典 這本經典對不對 太扯吧 好可憐 看到他的手在幹什麼 你看 菁姐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的手放在哪裡 放在他那兒 放在你 你改一步了 你改一步了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她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女生 因為她要在公眾場合 要擺這個姿勢 手要扶著雕像 等一下把她拍下來 所以她是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但是 在網路上被姿勢出來 有點尷尬 對不起囉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好笑 她在 她手是這樣 而且現在大家都看到了 又這樣子弄的 她手是勾著的 她手在打最拳的那個手勢 她這樣打耶 我放大給你們看… 好酷喔 好開放的杯喔 我看你要不要拍我 我放大給你看 她的手 她的手 很勾著… 而且那雕像也很A耶 那雕像好倒楣喔 對啊